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浏览器是我们在使用电脑当中应该是频率最高的一款软件 但是学着时间的退役 使用时间越长 你会发现启动速度会越来越慢 很多人以为这跟浏览器的制作差别相关 但是你会发现即使你把所有的差距都卸载掉以后 你的启动速度也并没有原先的那么快 那这是为什么呢 那今天我们还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给大家推行一款不错的软件 我们注意看 那这个是我第一次打开的浏览器的时间 因为我的配置相对来讲比较高 我现在是i7的CPU 然后是16G的内存 所以即使我开多个TAP的话 启动速度也还算OK 所以这个软件的效果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去测试 大家可以前后比较一下在之前 优化之前跟优化之后 他们俩的这个启动速度 那这款软件呢叫做Speedy Fox 它是同时支持这个 Windows跟MacOS的 但是这个苹果系统当中呢 它只能够加速Firefox Windows的话它就支持软件就比较多 像Chrome Chrome Chrome 然后这个Firefox都有啊 那这个有一个列表 就是它目前Windows版本上支持的一些软件的加速 大家可以看到它除了主流的这个浏览器加速呢 还有像Skype啊 还有像这个邮箱的这个客户端 Soundbird 还有其他一些有些软件我也没见过 还有大部分都是浏览器 大家呢可以在这个下载链接把它下载下来 叫做Speedy Fox 那这边呢我已经下载好了 直接打开 这个是不需要安装的 然后呢它默认会给你检测到 目前我这台PC上面使用的浏览器 一个是Firefox 一个是Chrome 如果要直接优化的话 就点这个Optimize 如果说你想优化其他的这个软件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AddCustom Profile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其他的APP的路径给它添加进来 比如说来多比啊 当然它应该是不知说来多比的 你就把这个它的这个安装的路径给它选择进来就可以了 那这边呢我就不演示这个添加过程了 我们直接进去优化 那这个呢是我开的Tab 就是它所有的在跑的一个实力啊 在使用这款软件进行优化过程中呢 你必须把这个Chrome给关掉 就是说你要去优化的这个目标软件 你要先把它给关闭才能够进行 那这样我们把这个Chrome给关掉 然后呢重新跑一下 我这个目前速度比较快 0.73秒就已经结束了 那整个过程呢就已经结束了 然后我们重新打开一下 有没有变快 我这边好像感觉不出来啊 大家可以在自己的PC上面去测试一下 那最好呢如果说有比较老旧的PC 就是你的本身硬件性能并不是太高的 这个PC上面去运行一下 然后开多个Tab 那它官方的数据呢 应该是能够提升原来的2倍到3倍之间 那其实呢它这边里面的一个原理啊 就是说如果你浏览器用久了以后呢 浏览器内置的这个数据库啊 碎变化会越来越严重 从而呢影响这个浏览器的启动速度 它这个软件呢就可以合并优化 然后呢并且把这个废弃的这个 就是废弃的碎片给它合理 重新再利用 从而达到加速的一个目的啊 那行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啊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